Microbit在插入我们的电脑的时候 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有了驱动程式 在你的档案总管里面 你会找到一个Microbit的随身碟 一个磁碟机 预设是这样 那我也遇过没有Driver的 就是不会出来这个 不会出来这个时候 你就是因为你的驱动程式没有安装 安装驱动程式的方式在 如果你是Ubuntu系统 请参考我这一篇文章的安装 在梦幻天地部落格里面 直接把它装起来就会有 那如果你是商业软体 那你必须去下载驱动程式 然后把它装完 然后使用装置管理员来看 那你的Microbit会占了一个Campo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那简单来说 你就是要有一个Microbit的磁碟机 这个时候你才会可以使用 它的HES的方式来把软体烧录进去 它是把程式的翻例档烧录到Microbit的板子中 它的做法是这样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第一次拿到Microbit 网路上有一些开箱文 它会告诉你一些按钮可以用 那有时候你的那个程式已经被盖掉了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最原始的 Microbit的最原始的第一次的这个硬体档 它是一个HES这个档 那可以选择下载 好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在 你的资料夹里面看到这一个 那你只要把它复制到Microbit里面 这个资料夹贴上 好贴上以后你会看到 灯一直在闪 好黄色的灯一直在闪 闪完之后它就 电脑重新开启 这个Microbit的磁碟机 那你就会看得到 它预设的 那个范例的程式在这里 然后它叫你按A 好这里叫你按这一个按钮 按完之后 然后按B 这样你就可以按照网路上的开箱文 尝试跟着做 它的一些范例的程式 那这范例程式是随时会被盖掉的 盖掉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盖回来 那这是Microbit的驱动程式 它是需要 Driver的 那因为现在的很多作业系统都已经预设有这个Driver了 所以常常你是插进去你就看得到 Microbit的随身碟 这个磁碟机 那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万一你遇到问题 记得要去找Driver Driver的话 那一个是Windows的Driver 一个是Ubuntu Ubuntu你只要使用EDU作业系统 基本上目前都已经支援了 除非你的电脑是非常非常旧的 只是8个氧碟机